画画一二三 脑视觉绘画技法 血液水彩画 玩血 脑视觉绘画技法 科学画绘画艺术 让画画简单又精准 前一集提到 脑视觉绘画技法有许多表现手法 如果只使用特征图案来构图 就与极简主义异曲同工 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河掌村被大雪覆盖时 只露出房屋 人脑很容易就萃取到特征图案 人脑判读以明暗度为主 色相为辅 房屋是暗褐色 雪是白色 明暗度差大 很容易判读 判读很费脑力 人脑只判读他想看的 眼睛的是网膜不停地送紧物的感应值给人脑 人脑不停地建构画面 先建构他最想看的 通常是视觉焦点 人脑建构好画面 随即解读 然后依据解读的结果 来决定下一个想看的画面 建构好下一个画面 又随即解读 不停地建构与解读 同时不停地串联解读 产生一个故事或一种感觉 画面中间是视觉焦点 人脑最先判读 判读结果是奔跑的小女孩 接着人脑想知道他在那里奔跑 就继续判读背景画面 学景画面 符合极简主义的要求 判读很迅速 人脑很快就产生一个故事 小女孩在和长村的广场玩雪 学景画面可参考实景相片 使用剪法将特征图案剪到最少 只保留关键的特征图案 有时会剪过头 以致无法判读 或使画面太平淡 此时比较关键的特征图案 考虑加入 天空与学景没有特征图案 但有明暗的纹路 加入纹路才有雪地的感觉 明暗的纹路 有时也算是特征图案 依照图谱灵模 很快就学会绘画技法 可按暂停 方便灵模 景物轮廓图 着色小女孩 着色房屋 着色远山 着色天空与地面 字幕志愿者 第一名